今集我都要给你探讨主的样式和主的形象 对不起来我发觉到一件事情 为什么就不出现那么多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失去了上帝起初创造人 那个真的生活人的生活形象 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圣经里记载说 他是按着他的样式 神的样式和神的形象造人 对不对 但是罪进入人的生命以后 人开始失去了真正人的形象 所以就越来越邪恶 越来越坏 当一个人跌到最终 不像神都像什么 人不得人 鬼不得鬼 人不人鬼不鬼 所以做的东西都是不善不私 不善不孝 所以人就开始跌入灾难 跌入罪恶 跌入困难忧虑里面 对不对 那各位姐妹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我告诉你 他就是represent 代表神的样式 来到这个世界上 给你一个model 一个榜样 一个模范 让你学习它 重新找回 学回 那起初神造亚当效啊 那个最完美的形象的样式 当你找着了 学对了 你的生命就改变 你的生活就丰富 阿们 今天我们就要学习 如何培养主的个性 我们说主的个性 主的个性 主的个性非常重要 个性能够使你能复 个性也能够使你着握 我们来看 主要我们学他什么 打开圣经 诗篇第十五篇 一至五件 诗篇第十五篇 一至五件 大家一起看 圣经记得说 耶稣 谁能寄居你的藏目 谁能住在你的圣山 就是行为正直 大家说行为正直 行为正直 做事公义 大家说 做事公义 心理说诚实话 心理说诚实话 阿们 接下来 他不以舍头惨绑人 不二代朋友 不随我诽谤灵理 他眼中藐视肥类 却尊重那敬畏妖华的人 他发誓 虽然自己吃亏 也不更改 他不放在取利 不受贿赂 以害 无辜 行这些事的人 必用不动摇 第六篷告 花天父 我感谢赞美 今天晚上 我知道你要跟你的儿女们 说话 求主你的话 也临到我们 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帮助宏百的话 以活得向你 生命被改变 谢谢全篷告 祝耶稣基督得胜明 求 这里圣经也很清楚 告诉我们 上帝要跟谁基督 就是那行为正直 做事公义 心里说诚实话的人 上帝要跟谁 同行同在 就是那行为正直 做事公义 心里说诚实话的人 弟兄姐妹 个性非常重要 我们失去了好的个性 但是信耶稣不可以再这样子了 信耶稣进来教会 你要改变 因为耶稣要我们改变 你改变 你的生活才能改变 你改变 你的家庭才能改变 阿妹吗 所以今天你要学什么 我们来说 大家说培养主的真 培养主的真 我们要学习真 真 真 这样子 接受啊 给我们看一看经文了 约翰福音第一章 第九到十二节 约翰福音第一章 九到十二节 约翰福音第一章 约翰福音第一章 九到十二节 约翰福音第一章 圣经记得说 那光就是真光 照亮一切 在世上的人 他在世界 世界也借着他照 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凡接待他 你是不是记得他的 是啊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是他们全并 做神的儿女 那这里很清楚 告诉我们 这光是谁 耶稣 耶稣就是那光 最深的光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照亮黑暗 你的生命 本来黑暗的 他要照亮你 成为光 所以他告诉你 你是世上的光 你是世上的盐 就是他要改定你的生命 照亮你的生命 使你活在光明当中 做一个光明正大的人 那对不起 今天 世界已经没有 真这回事了 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是假的 你出去外面 市场走都是假的 对不对 没有的都装得很有的 OK 对不对 然后 很多东西没有那么好的 都装得超过他的本质那么好 对不对 大家都大小赶的 明白吗 总之花大型的 对不对 这就是现在的人的情况 那信了主 怎么样 主上帝庙 不要我们这样子了 我们来看 信了主 这人应该成为怎么样的人 打开一幅所书 第四章二十四件 Ephesians 4 verse 24 以佛所书 第四章二十四件 这里圣经记得说 当你信了耶稣 你就要什么 穿上新人 大家说穿上新人 穿上新人 这新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 仁义 圣洁 你怎么知道 你有信耶稣 没有信耶稣 你的心里面 是否有真理 仁义 和圣洁 就知道 你是否信主 所以信耶稣的 必须穿上新的人 这新的人是 他的形象 就是起初 创造天地以来 完全试掉了 不见了的形象 耶稣再一次 把他带为人间 当人信他 学他的他 光光照他 这个人的里面 就开始有真理 仁义 和圣洁 怎么样做一个真的人 你知道有一个英文字 信息耳 明白这个字吗 信息耳就诚实的意思 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这个像 这个像是 罗马时代 很多的 在罗马时代 中古时期 差不多他们的文化 和那个传统 很喜欢雕像 用大理石来雕像 不过当时 有很多奸商的 你知道吗 什么是奸商 他雕了以后 就 这个 酷掉啊 或者雕了 裂掉啊 或者那石头 有花纹 那个纹啊 已经不太好啊 不美啊 他们会做什么呢 他们会用辣 wax 来补它 就像我们补车的 这里补补那里 补补 这样补得美美的 因为有一个问题 你辣补的一照太阳怎么样 融掉 但是他们不理的 卖的出去就算 卖的出去就算了 就有一些好的雕像 这些好的雕像呢 雕的东西都是 十全十美的 最好的 卖的比较贵 然后这些雕像 他们就 放了一个字 那 wax 这个字呢 在希腊文里面 叫 sera 他在说sera sera 然后呢 这些雕像后面 如果刻一个 sinsera sins的意思呢 就是没有的意思 在希腊文 叫没有的意思 就叫 sinsera 意思说 品质保证 明白吗 到后来这个sinsera的字眼呢 演变成今天的英文日 叫 sincere sincere 那sinsera就是 without wax 的意思 没有辣的意思 那看看 我们今天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在补的啊 这里盖 那里贴 就是补补一个好看的一只 让人不要看到我们的苍疤 让人不要看到我们的缺陷 让人不要看到我们的失败的地方 那一些空洞的地方 对不对 是现在的人嘛 弟兄姐妹 今天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真的事情了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真的 没有诚实这个事情 是很糟糕的事情了 今天情况是怎么样 每一个人都在说谎话 那个说的最多谎话 最厉害说谎话的人 是最有钱品的人 你看世界上最高的领袖 都在说谎话 OK 他骗得过全世界 他就是最高地位 最强 他骗到没有人发觉 出来的 就是最对的 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世界就落入越来越坠的当中 但是信了耶稣 耶稣这光要照着我们离开黑暗 当我们进入教会的时候 就不可以再这样子了 我们要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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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有些没 最诚实的人 难吗 难 难 但是我告诉你 蒙福 阿们 因为上帝要与你同住 上帝要与你同在 上帝爱你 你像他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一个人如果常不诚实 常用手段 做生意 我问你 这样子的人可以走多远 不远的 对 提出你可能得到很多好处 但是不远的 人家会发觉的吗 对不对 你无论什么东西 如果不好 不会盖住 有一天就会显明的 但是如果你先走在政治当中 说的是成熟话 你永远不摇动的 很奇妙的 对不对 诚实不好 我问你 你要跟奸商做生意呢 还是要跟诚实的人做生意 如果你是一个奸商 你要跟诚实的人做生意 还是要跟奸商做生意 我是不诚实 但是我希望找到诚实的嘛 对不对 很自然的 你都看到诚实 一定强迫不诚实 诚实不好 我讲一个见证点 在中国发生了一些 一个小见证 特别啊 这个家人啊 一家人都是卖水果商的 不过他老爸是奸商的 中国人都是 大多数都是奸商的 然后这个老爸常常做这样子的 苹果一下 上面好的 下面好的 中间坏的 烂头都放在中间 为什么呢 人家翻来全面那时候开 好的 翻去后面开也是好的 把我打回去 臭的 一路来都是这样子 大家都这样子做的 OK 这个平常的事情来的 生意好吗 OKOK了 没有什么突破了 就这样子做 但是他的儿子呢 就信了耶稣 他的儿子也从小到大 爸爸叫他这样包的 上面好 下面好 中间放一些不好的 过关了 让那些臭的怎么办 对不对 这是他们做法的 他信耶稣了以后 他心里面 哎呀有主的灵啊 有主的话 不可以这样子啊 我要成为一个诚实的人 爸爸有一天出眼门 特别招待他 记得啊 包水果啊 中间坏的床放中间 好的 上面下面 明白吗 他觉得不舒服啊 他爸爸这一走掉 他就做了一个决定 全部坏的就掉 一箱一箱都装滑好的 而且写了 写了一个字在那边 真的好 苹果 一箱一箱就这样写 就送出去 这一送出去 各天都借到订单 这就是大皮的水果 在订单里面 附加几个字 我们 真的发现 真的好的皮股 从此呢 这个大商家 就开始跟他 订大量的水果 就那一次起呢 他整个生意做起来 陈思挂 不一定 这世界虽然 是气的陈思 但是 陈思还是最宝贵啊 陈思还是人最尊重啊 真的人 还是 人最喜欢啊 那对不起 今天 许多时候 我们常常 戴着假面具 常常用手段 用很多的方式 去盖我们自己的地方 我告诉你 你越盖越大 越做越糟糕 倒不如 倒不如 你做一个真人 谁像耶稣 其实 做一个真人 诚实 是怎么样一个人啊 圣经人告诉我们 一句话 你就是真人了 大家跟着我说 是就说是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不是就说是 再多说 再多说 那是魔鬼说的 这么简单 耶稣说的麻烦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再多说 就是魔鬼的话 不是你的话 所以成为诚实的人 真的人 信息的人 信实的人 简单 其实是很简单的 做一个是的人 也做一个不是就是不是的人 就这么简单 其实那个时候 如果是就说是 不是就做 不是呢 事情更容易的解决 才知道为什么事情复杂化 就是你该 就是我偏 我懵了 懵了 把事情弄得更大 更加也 更加难搞 讲一个见证言评 这个见证发生在香港 是一般的FGB 就是全被赋予商人团聚 一般净土的商人 的一个 其中一个很感动的见证 有一个夫妇 他老公是生意人的 有钱 而且长得很帅 常常滚女人 打滚特苦 滚到他整个家要破裂 太太要跟他离婚 那只要离婚之间 他这个太太偶然的机会呢 接受了耶稣 认识了基督徒 从此去教会 去了教会 就没有跟他老公离婚 也带领他老公去教会 他老公进来会 有什么改变 爱主 侍奉主 全新的回向主 但是我告诉你 他请了一个弟秘书来 这个秘书呢 看到他有钱 没有这么帅 一直要供应他 他一直拒绝 一直逃跑 因为他已经改变了 不做这些 以前呢 已经 现在不一样了 他不做这些 他的那个秘书很喜欢他 有一次他跟他秘书跟上台 一起应酬的时候啊 他秘书做了手脚 做了手脚 他在喝得烂醉的时候啊 就这样子无里无离 跟他秘书上个床 上个床醒来的时候 我听得非常奥违啊 我很害怕 而且很奥违 为什么我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非常痛苦 然后他知道他自己被摆上台了 摆上台了 OK 他没有办法信很痛苦的电话 这样就跑回去找回到FGB的弟兄们 把他整个班的弟兄 就在那边求助 说你们为我祷告 我跟我的弟兄这样讲 我不是故意的 我是被摆上去的 我现在我如果 我不知道怎么样面对我的太太 我的太太一定离开我 我的太太一定跟我离婚 我一定想杀我的太太 请你们为我祷告 那些弟兄就 我很可怜他 都为了祷告 祷告祷告祷告 不然间有一个弟兄感动 就对他说 跟你的太太说真话 诚实地告诉他 父亲最有责任 买一束鲜花 然后这个弟兄 真的是买一束鲜花 安排了一个 很romantic的餐厅 丈夫拿鲜花给你 不是有好东西 他带他去这个 这个餐厅 四碗 差不多再贪贪秃秃秃秃 然后也没多留下来 把真相告诉他 太太 说我不是故意的 我跟着这个名义书 就这样子 这样子 他就在那边安静 他太太听了 就在那边哭啊哭啊哭啊 他说这一次糟糕了 这一次改了 他也做了准备 如果太太要他 要他一般的财产 他也造鬼 然后你归他也造鬼 然后太太要输他 要跟他离婚 他也接受 他接受上帝对他的审判 他太太就在那边哭 他就不敢讲 不敢讲话 段时间安静在那边等等等 他在哭了一阵子以后 开始开始讲话 但是老婆 我很感动 以前如果 你鬼混 你从来没有这样子呢 而且你还当着理所当人呢 今天你自然能够 为这里的 醉来后悔 我很感动你怎么改变呢 我原谅你 哦感谢主 他就不敢讲帝啊 有没有 钱子以后 他就用一些钱啊 什么解决他的那个民书 吃掉他 重新建立他的家 他的家比以前更加坚固 他俩夫妇更加相爱 他更加懂得保守他自己剩钱 诚实不好吗 诚实能够更加容易解决问题 而且更加干净 自戒 完全的解决问题 那对不起妹 你选做一个假文 或者做一个真文 假文会有时候会好 不过不会有点好 真人有时候真的有点吃亏 但是我告诉你 他走的路很稳 很长 上帝就告诉他 与他同住 同行 同在 Amen 那你谢谢主 来 快把你黑皮肩膀讲 告诉他最真文 第二 大家说 培养主的善 大家说 培养主的善 看圣经诗篇100篇 四至五件 圣经100篇 四至五件 圣经这里 记载说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进入他的愿 当感谢他 当称颂他的灵 因耶娃奔为善 他的慈爱存到永远 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耶娃奔为善 他本来的本质 本性就是善的 所以信他的人 他住在他里面 必须是善的 而且越变越善 越变越好心了 阿们 那这个好心是做什么 我们来看 诗篇 第37篇 27节到29节 撒谱27 verse 27 到29 圣经这里记载说 你要离二行善 就可永远安居 因为耶娃奔为善 公平 不撇下他的圣名 他永远保佑 他们永远保佑 但二人的后裔 必被剪除 一人必承受地土 永迹其善 那弟兄姐妹 当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 他必须离二 向善 他心里要改变 他不可以再重新干扰的 明白吗 当然如果 生命改变的时候 圣经里面 应许我们上帝 要让他永远安居 平安度过每一天 然后上帝不撇下这样子的人 他自己的圣名 他称为圣灵 他要保守他 他要保佑他 他说我们以为 阳心阳黑 听白 你知道吗 你觉得说 善良的人 我人家会倾诉你 我告诉你 不然 不一定了 是人家倾诉你 上帝有眼睛 上帝必看顾 保守而且 祝福你 用另外一条大路来 祝福你 让你很懂 阿们 感谢主 所以耶和华 喜爱公平 他要我们 也像他一样 那第二 我们来看 正言第十二章 第二三节 Proverbs 12.2.3 Proverbs 12.2.3 正言第十二章 二三节 这里说 善人必蒙耶和华的恩惠 社会记得了耶和华 必定他的罪 人靠恶行不能坚立 一人的根永不摇动 这里告诉我们 好的人 善的人 必定蒙耶和华的恩典 领到他 感谢主 然后社会记 常常用手段 用错办法的人 也把要定当罪 人如果靠恶行 不能走得很远 不能坚定 除非 你做一个义人 一个好人 你的根 根是什么 你的后裔 世世代代 都永不动摇 弟兄姐妹 今天我要跟你分享 圣经里面 上帝叫我们成为善的人 那这个善的人什么呢 当你信了耶稣 你的心要变得越来越好 所以里面有诡诈吗 有 有臭的方法吗 有 里面有手段吗 有 里面有恶性吗 有 因为你是一个罪人 你的形象 神的形象已经被罪破坏了 但是我们信主以后 我们有圣灵的感动 而改变神的话语 成为我们脚龙的灯 路上的关 所以我们信主的日子过后 我们就要改变 里面还是不好的 你说牧师啊 你没有 你真的生到 不会想打开呢 不过我可以选择 我可以选择好的 辱而非坏的 你知道你的 这一招出去呢 会死了很多人 而且安静泪落 但是上帝看见 这一招出去呢 你死得难看 但是上帝看见 你选哪一招 这是你的权利 弟兄姐妹 善的人 必定有善果 这个不是佛教的专义 这是上帝创造 这个世界的定律 谁做这件事情 无论你什么宗教 你如果行善的话 就有善果 这不是佛教的专利 也不是信仰 跟信仰有关系的 这是创世以来的定律 人本来有善的 人本来应该行善 人的本性应该是善的 如果人有善的本性 当不去行善 去行恶的话 就不是人了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姐妹 圣经很清楚 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开始学善 很辛苦 你以前是饿的人 你以前是讲很多骗话 手段 今天你讲真话了 但是我告诉你 上帝会帮助你走这条路 而且你会越走越稳 你的心意会越来越高 你的名声会越来越宽 而且上帝会提拔你 会祝福你 你的祝福不带你的忧虑 哪一个用奸能 用奸法 奸来的钱会久的 你吃也吃不安宁啦 晚上也做噩梦啦 但是如果你光明正大 而且靠公义 善良的手法 所得来的产业 我告诉你 你得享安宁 世世代代 本也 好闻 把他拐好闻 总之 半夜鬼来找你 也不怕 光明正大 对不对 教姐妹 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基督徒的生命 基督徒的生命 应该可以见人的 基督徒的生命 应该是光明 基督徒的上面 应该是见证 但是如果在教会里面 找不到见证 找不到善的话 我告诉你上教什么教会 如果一个信主的人 不能有善心 好的心的话 我再怀疑你到底没有信耶稣 你不要挂着 打个个石架 没有用的 那个使你更重 上不了天堂 反而你的心 如果善的话 我告诉你 上帝没看过你 这是他说的 你的根永不动摇 阿们 来我们来看 第三 我们要学培养什么 大家说培养旧的美 诗篇第二十七篇 第四节这里说 有一件事我承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店中 沾养他的荣美 在他的店中求问 那大卫在这里说 我看见上帝最美的地方 在圣殿里 我永远在那边 我希望我每一天都在神的店里面 上帝最美的一件事 最美的 picture是什么 就是他的爱 上帝最美的 picture 就是他的爱 就是他的爱 他怎么样爱人 也要我们怎么样 来爱人 我来看 看马来福音 第二十二章 第三十六到四十节 马来福音第二十二章 三十六四十节 这里信圣经记载 耶稣说 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 尽心 尽义 尽义 爱主 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其次就是相反 就是相反 就是爱人无几 这两条诫命 是律法和先知 一切道理的总端 总过来说 圣经里面所有记载 写下来的 绿列典章 和实践所有的律法 怎么样遵从呢 耶稣就用两句话 如果你做到这两件事情 你就完成了律法 遵行了上帝的心意 第一 全心爱神 大家说全心爱神 全心爱神 第二 全心爱人 全心爱人 那上帝的最美的律法 什么呢 就是他 竟然牺牲了 他的度生子 耶稣基督 定在十架 来救罪人 耶稣上十架 定在十架 为着那些鞭打的人 定十架 耶稣上十架 死在十架上 为那些鞭骂他的人 上十架 耶稣盯在十架 为什么 为那些喊的 盯死他 盯死他 那些人受死 耶稣盯在十架 为什么呢 为了我们这些 以前不认识的 贝利达的人 他的敌人受死 上帝竟然 使他的儿子 为他的敌人受死 这是全世界里面 最美的图 今天耶稣在教导 什么是爱 当你说你爱神的时候 从哪里表现你爱神 就是从你爱人 的心智里面表现出来 圣经里面耶稣告诉我们 如果你不能爱 那些看得见的弟兄 你怎么去爱 那看不见的神呢 所以你说爱 对于向人来表现 你才能够 直接能够使你 显明你爱神的心 那对我们这边 这个爱 最高的层面是什么呢 这爱最高的层面 不是爱你可爱的人 而是爱你 不可爱人 就是爱你来仇敌 我们来看圣经 罗马书第十二章 第十七到二十节 罗马书第十二章 是七到二十节 这里说 不要以恶报恶 众人以为美的事 要留心一错 若是能行 总要尽力以众人和睦 亲爱的弟兄 不要自己伸冤 宁可让步 拼拼主入 因为经上你记得说 主说伸冤在我 Vengeance is mine I will repay 我必报应 所以你的仇敌 若饿了就给他吃 若渴了就给他喝 因为你这样的行 就是把碳火 堆在他头上 哇奇妙 咱们说 最高的爱的原则 就是爱你的仇敌 那是不可爱的人 为什么上帝叫你 不要报仇 因为你报仇 你的手就肮脏了 审判也领导你 反而对待恶人 那个得罪你的 害你的 当他渴的时候 你给他喝 他饿的时候 给他吃 你等一把碳火 堆在他的头上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的罪 在你的身上 更加重 有没有报仇 有没有审判 有 上帝叫你 等他来做 不要弄自己的手 肮脏 因为他要赐福给你 不要让你的罪 阻碍上帝 对你的赐福 你要向他 如果一个人 只爱他 可爱的人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耶稣说 你跟强盗有什么分别 没有什么分别 没有什么大不了 强盗也爱他自己的同伴 那个杀人 也爱他的胖子 对不对 一起杀人了 胖子很有益气了 对不对 那圣经里面 耶稣告诉我们 我们要像天父那样 完全去爱 哪里是 不能爱 不可爱的人 你就真正达到 那个爱的真谛 爱的最高的层面境界 弟兄姐妹 今天 这件事情不容易做 但是我告诉你 靠着神 你能够做 饶恕 你的敌人 释放他 让神的审判 领导他 你的手不要动他 你保守你自己 成为最完美的形象 让主来祝福你 一定蒙福 从前有一个王弟 他有三个儿子 然后他也就 老了 也生病了 将要遗失 然后他就想 没有三个儿子 我真的不知道 将这个王位传给哪一个儿子 他必须传给一个真的好的王弟 对不对 所以他就想一个办法 他就叫了三个儿子来 好 你们都出去 三个月 你出去做好事 然后回来汇报 你到底做了什么好事 来决定你们的王位 第一个 然后三个月过后呢 他们三个都回来了 第一个就告诉他爸爸 说爸爸 我做了一件好事 我有一次去住旅馆的时候呢 我试到一包的主宝 我没有占为己有 我交给那个柜台的 还给那个主人 你说这件好事 爸爸看着他 你做得很好 但是没有什么特别 因为如果那一件东西不是你了 你也不还人家 你跟强盗 还不是一样 没有什么特别吗 人家东西应该还给人家了吗 第一个儿子呢 就来 爸爸 我比较特别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次我挂桥的时候呢 我看见桥底 在河里面那边 有一个孩子掉下去 那个河流流得很急 我奋不顾身 我跳下去 把孩子救上来 你说好不好 爸爸看着他 就告诉他 你做得很好 但是你没有什么特别 你如果看到这个孩子 掉在河里面救他的话 你还是人吗 你是人应该做的吗 有什么特别吗 第三个孩子呢 就来找爸爸 就告诉爸爸 其实我没有做到什么好事 只是有一次我上山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人躺在山崖 睡着了在山崖旁边 我走过去的时候呢 我看到原来是我的敌人来的 曾经欺负过我呢 其实我一脚踏下去 人都掉下去死了 但是我没有这样子做 我把他叫醒 我站醒他 他不单是没有感激我 还给我打了一顿 又骂我 爸爸看着他的手 他说你做得很好 敌人可以死在你的手上 你竟然挠入他 你应该可以成为一个好王帝 所以我愿意把王位传给你 大卫王圣经的king baby 就是做了一件事情 他被称为贺乎神经的 你记得扫罗无言无故追杀他 一直追杀他 一直追杀他 有一次他在追杀他的时候呢 他就叫大便 进了一个洞里面大便 然后呢 大卫王的河 他的兵士都埋伏在人家洞 看扫罗王大便 然后全部如果冲出来的话 一刀就把他杀了 就可以重新做完了 OK 当他的手下要把他 赵卫王杀杀他的时候 然后他就停止他们 住他们 说不要 这个是上帝 暗地的人 我们不可以轻易去动他 然后他做什么 他跑去扫罗的衣服 各个的衣脚 一段的衣脚起来 然后就大卫 扫罗到他们边 就走出去的时候 他就喊扫罗王 扫罗啊我的王啊我的王啊 我有机会杀你 但是我没有这样子做 因为我顾念你是上帝 暗地的人 我请求我的耶和华神 在你我当中分辨谁为义 扫罗王很惭愧 他说大卫啊你比我更义 他离开了 到最后上帝亲手杀了扫罗王 他手没有沾扫罗王的血 上帝称大卫王为 特估他心意的人 特估他心意的人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当爱长相的时候 就遮掩一切的罪 我要跟你介绍这个人 这个人很认识吗 非常出名的 是历史人物呢 明天六点就要出使他 明天六点他把这个士兵抓出来 这个死囚抓出来 跪在那个砍头台那边 他就坐在他的自己的那个位置 然后很多宰相和将领就坐在旁边围坐 他就等六点钟就啪 他就拉了 他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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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怎么没有声音啊 在等他等他等他还是没有声音 他就越等越不耐烦了 就叫了士兵去check 这士兵在这个时候 以前的钟是这样子一粒 然后有一个木头对不对 拉下面拉就咚咚这样子的对不对 那个拉的人也很奇怪 为什么拉了好多次都没有声音呢 结果他派士兵爬上去那个钟楼最顶端 看到钟的时候他看到什么事情发生了 他看到有一个女人抱住那个钟 下面在摇的时候 这个钟一直打在他身上 所以没有声音 这个人是谁啊 就是这个死囚的爱人 当他们看见他的时候 他几乎断命了 但是还是简直抱住那只钟 所以那个钟怎么样敲也敲不下 后来这个Olivier Colmel 因着这个女人的爱决定赦免 这个事情 他讲那句话 爱人遮掩一切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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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漫 问你老公这样 问你老公一下 你会不会我这样子做 你会不会我这样子做 阿们 有爱一切罪都能够改变成为义呢 耶稣基督做了这件事情 他爱我们这些 他的仇题 他竟然改变我们使命 阿们 今天我们要学耶稣的歌声 请大家说 培养主的真 培养主的真 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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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